《我们的歌》第三季已经开播到第五期了,从2019年第一季的开播就备受观众好评,如今第一季已经过去了两年了,回头再看依旧是让人回味无穷。 而在第一季中,最惊艳的组合必定是李克勤、周深的《秦深深组合》。 今天,妖学姐就跟大家来说说秦深深的那些神仙舞台。 《我们的歌》第一季第二季节目中,周深和李克勤合作演唱了《月扮小夜曲》《柔情深沉与空灵清亮》的组合,唱出了经典作品的又一番韵味。 李克勤老师和周深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,《柔情深沉与空灵清亮》的组合,唱出了经典作品的另一番韵味。 歌声中流露出他们之间的默契,也表达出他们对音乐共同的热爱。 《我们的歌》让我认识了秦深深,从此,惊伟天人。 深深海瑶式唱腔和克劳斯聊伤式的唱法融合在一起,简直令人惊艳到窒息。 海瑶式的唱腔一直让我觉得神秘而幽远。 周深的诠释便如深秋的月色,乌云缠绕却依旧缠绵着路灯投射出昏暗的夜光。 两人的和声就像天来,仿佛透过薄纱的子弹,气如人飞,让困惑的灵魂看到了温暖和希望。 第一首《追》一首由张国荣演唱的《追》,可以说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。 这首歌曲也是在《我们的歌》盲配环节中。 周深与李克勤在没有彩排情况下共同演唱的歌曲。 周深李克勤联手翻唱《张国荣追》。 二人的神仙嗓音完美配合,低音娓娓道来,高音悠扬深情。 此次李克勤和周深的寝身组合惊艳全场。 李克勤展现出强大的现场实力,把乐语金曲追,演绎的丝丝入口。 和周深的嗓音更是完美搭配。 悠扬深气的旋律和林侠次的现场演唱,让现场直呼神仙在唱歌。 在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演唱,在演唱之前还没有任何的彩排,多少都会有担心和顾虑。 但是,在他们二人演唱时,却意外的惊艳。 在演唱过程中,李克勤的乐语厚实浑厚。 周深的普通话演唱清凉唯美,二人合奏部分更是渗入心扉。 让任贤奇连连成道,偏作之合。 第二首,野狼迪斯扣。 不少会说他们演绎的歌曲,几乎都是偏抒情风,然而并非如此。 一首野狼迪斯扣可谓是点燃了整个舞台的。 当二人演唱时,前奏是熟悉的红日。 但是,近几秒过后,曲风突转,变成了另一种风格。 是让人没有想到的。 而对于这首野狼迪斯扣,二人摘取了红日中歌词作为歌曲的RAP部分, 让整首歌都充满了心意与惊喜。 对于整首歌曲的演绎,二人配合的也是相当默契。 现场,在他们二人的带动下,秒变迪斯扣现场。 第三首,天下有情人。 这首天下有情人,是情深深组合演唱歌曲中,苗小姐最喜欢那首。 二人对于这首歌曲的演绎,可谓是惊艳至极的。 李克勤一开口就将人拉回到神雕侠侣,一股满满江湖气息扑面而来。 周深的高音一出,瞬间将情绪拉满。 二人合作部分,一个张扬,一个内敛。 一来二去间,将歌曲中所蕴含的感情演绎得如此充沛,跌宕起伏。 对于这首歌曲真的是百听不厌。 二人合声部分真的太美了。 深邃幽远有空灵,演绎的看护完美。 当然演唱完这首歌曲后,作为原唱周华健本人,都深深被蛰伏。 第四首,你的名字,我的姓氏。 你的名字,我的姓氏,作为张学友的名曲,也是不少人熟悉的一首歌曲了。 而对于这首歌曲,情深深组合的演唱也给了我们惊喜。 在张学友口中,我们能清晰感受到的是一种平淡生活中的爱意满满,唱出了故事平淡,但当中有你的满足与欣慰。 在情深深口中,是一种更有层次感的爱意环绕。 二人唱出了以你之信,灌我之名的美好。 苗小姐个人看来,情深深组合演唱的这首,你的名字,我的姓氏,比张学友版本更多了几分味道。 第五首,不见就散。 这首歌曲作为情深深组合的合作原创歌曲,也是备受歌迷喜爱的。 这首歌曲的曲风,轻柔婉转。 在李克勤沉稳的嗓音和周深细腻柔美的声线中,将歌中的温情演绎得恰到好处。 听上去让人很舒服,惬意。 周深和李克勤当真是神仙组合。 周深天类般的空灵的声音,配上李克勤沉稳而溜内脸的声音,相辅相成,格外动听。 对于情深深组合,可以说也是备受歌迷喜爱的。 对于二人,有网友更是评价说,单听李克勤的歌和周深的歌,时间久了都会有音乐疲劳感。 但是,当他们二人的歌,永远都听不够。 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,请深深组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。 二人超高默契度的合作,一次又一次给我们带来惊喜。 即便如今二人很少通台,但他们的每一首在每一次听都依旧会觉得很惊艳。 除了苗小姐说的以上五首歌曲,你还喜欢他们的哪首呢? 但是上一期我们的歌留下的话题量和关注度依然不减,尤其是李克勤和周深这对活宝作合,重新回归我们的歌的舞台上。 对于他两位来说,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使出来。 在节目中,两个人带的歌曲是一首粤语版的爱情转移。 不少网友表示,只唱了一首《没听够》。 而在16日,QQ音乐官方微博也是公布了这首歌的战报。 这款冬日限定版《爱情金曲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上线当天斩获QQ音乐巅峰榜飙升榜Top1。 这首歌在流行指数上也是排在了第一位。 这一串数据足以显示了大家对情深深组合的喜爱。 而小编也是一直在开启了单曲循环模式。 其实,还有一个最大的看点,是两个人不只是在歌曲上配合默契。 台下的两个人插口打混,逗趣可爱,就像两个老友久别重逢。 两个人虽时隔一年,但是丝毫没有一点陌生感。 53岁的李克勤和28岁周深,两个人丝毫看不出有25岁的年龄代沟。 这是最难能可贵的。 小编表示,这几天在你们的歌声里出不来了。 尤其,是对于很多喜欢你们的粉丝来说,都是这种感觉吧。 情深深组合不仅在台下相爱相杀,台上更是大放光芒。 你们两个真的是天作之合啊。 今生排档下一次合体会在什么时候呢? 真的是好期待啊。 不少网友盼着我们的歌,能搞一个四十同堂。 因为马上就到了音乐盛典最后的比评了。 到时候,作为音乐召集人的左林、右李肯定就回来了。 谭永林、李克勤、荣祖儿、周深,四十同堂。 这收视率会不会爆了呢? 如果有生之年,能等到秦深深开一次演唱会, 那就是更幸福的一件事了。 在第一季的时候,秦深深带给我们的歌曲实在太多了。 不知道您还有印象吗? 《天下有情人》、《红日》、《夜浪迪斯科》, 不知道哪首歌还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呢? 欢迎参与话题互动讨论。 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,评论区留言哦。 喜欢小编文章的朋友,请点赞。 谢谢您的参与。 谢谢您的参与。